這時候你只要使出一個小技巧 反手抓著你的自拍棒 大概就這樣 拍出來照片有照片為證 拍出來就是像有男朋友 大家好我是永樂 今天的影片比較特別一點 我要來教大家怎麼樣拍照的時候像是有男朋友呢 我先告訴大家兩個之前可能你在網上看過的 第一個就是用自己的手 壁咚 第二個 去百貨公司找一個假人 然後在他旁邊這樣依偎 但是這兩種都需要很高的尺地 永樂兄的性還不夠 所以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是非常實用的方法 你就需要一直自拍棒 你就可以拍得像有男朋友 而且還去美照 怎麼做呢 就是你把它撐開之後到你需要的高度 這時候你只要使出一個小技巧 就是把你的手反過來 反手抓著你的自拍棒 反手抓然後你看著你的螢幕這樣子 大概就這樣 一鏡頭外了不要翻白眼囉 就是這樣子 拍出來照片有照片為證 拍出來就是像有男朋友 笑著你說欸寶貝 然後你一轉頭 然後看到你那種甜蜜的笑容 這就是情侶美照 你的情侶美照就誕生了 你一PO上去IG 大家都問你 是有了嗎 真的嗎 我有試驗過 真的我就PO在我IG上 下面真的有人回說 有要說 是有了嗎 有比較更簡單一點的 你只要需要這種放在桌上的 然後你去餐廳嘛 是不是逛累 都跟男朋友逛累了 有點口渴 你就點兩杯飲料 雖然你一個人 但是你可以點兩杯嗎 一杯飲料放著 一杯飲料放著 兩杯飲料都能入鏡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跟鏡頭玩一種 就是啊幹嘛拍了 的這種遊戲好不好 你拍攝的時候 自然的男女朋友打腦 自然產生的情侶照片 大家都以為你有男朋友 什麼突然聽起來有點哀傷 沒錯就是 就是一個單身的人 想要在聖誕節營造有男朋友的故事